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一脉相成创造新的文化 还极大的激发了当地重学求学之风盛行 每一年春秋开学之际 二友苗族乡的学校就会在二友山举办书香节 意在让学子们了解福盛藏书的价值 培养敬畏知识的心理 受二友文化的熏陶 乌宿村自1949年后走出了一百多名专家教授 成为了远近文明的教授村 咱们最著名的参与了长征五号和神州六号研发的 国家航空航天苑研究员陈建华 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在咱们这有一个俗语啊 方言 叫要而不读书 不读要读书 啥意思呢 就是说在咱们二友这个地方 您要是不读书的话 那比不吃饭还重要 就是说你必须要念书才行 二友藏书洞处于二友山半山腰处 高三米 宽六米 宽阔处约一百平方米 正是福盛藏五车书之地 汉高祖刘邦将其封为文化圣洞 清光旭十六年湖南都学史张亨佳 为其书写捐客《古藏书处》四字 足见二友藏书洞 受到历代的重视和保护 为后人树立了根续中华文媚的信仰 坚定了他们追崇真知真理的决心 天下学子来 瞻仰咱们拜业这个二友山 其实是一种精神 以前这里有一大批的书院 比如说像翠山书院 妙华书院 重振书院 有大批的这种文人先贤 想要在这个地方 感染这样仙人藏书的这种精神 从而在这里传道授业 传递这种二友山的文化精神 一座山一个洞口 承载着文明的火种 延续了千年的文运 行走山中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心跳 与古人的低音 据悉 二友山景区将以中华书山的定位 开启新的文化旅程 重点修缮皇帝藏书阁 善卷堂和古藏书处 开发书山登顶 游水百度 教授村等文旅项目 将这里打造成中国研学教育实践高地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华书山的灵气与才气 院长 未经许可华书 大学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